是一件非常大的出包 因為這可能就是有 門牌編錯的問題 後來我就跟護政單位求證 果然是門牌編錯了 他是新北市淡水區 坎甸里的行任里長吳廷岳 里民服務查閱里內服務範圍 不查不知道 一查嚇一跳 隔壁里民被錯誤編到自己里內 而且一錯 錯了七年 瞭解說我們的里界到底在哪裡 不然我管到別的里 其實對隔壁的里長 也是有點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們就是才去找行政區域 那這個是從一百零五年 第一次出編門牌的時候 到現在 經過了七年的時間 這段時間也都沒有人發現 坎町里是淡水區第三大里 緊鄰的是沙輪里 但護政單位在一百零五年出錯 把這一塊納入坎町里 包括三個社區 一個教會 共計兩百二十五戶 大約四百人 戶籍地裡畫設錯誤 因為我覺得畫錯理 這個事情是蠻蠻誇張的 學區然後如果領民有問題的話 會不會推脫也是一個問題 坎町里是緊密連結的 有李明希望別再改了就納入隔壁里內 但又李明直呼離譜 這些里長選舉可能就是因為護政機關錯誤 讓李明投錯里長 對此新北市選委會表示 選務沒有問題 不會重新選舉 水護所以啟動規劃本案的更正相關 旗程也會再邀請兩位里長 及轄區的議員討論更正的日期 民政局坦承疏 疏失 護政編錯理 後續專案協助受影響的民眾 換發身份證及戶口民部 知識公家機關出包 卻有全民買單 擾民又傷財 三線公關從邵紫陽新北報導